欢迎收看本期猪猪秘书电影 我是可爱有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韩国暖心电影 我能说 翠花每天都活跃在政府的上访大厅上 她一个人的信访案件就有上千件 虽然她已年迈 但是她却积极的像个年轻人一样 上访大厅最近新来了一位帅气的职员狗蛋 这天狗蛋以翠花奶奶不排队取号为由 拒绝了她的上访理由 没有办法 弃而不舍的翠花只好乖乖排队取号 而两人也因为这样的小插曲记住了对方 另一边 翠花抱了个英语般学习英语 但是因为学习进度跟不上 所以被负责人劝退了 不过翠花却无意中发现 狗蛋竟然能轻松的和外国人对话 就这样 翠花便缠着狗蛋教她英语 但是本来就对翠花印象不好的狗蛋 出于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所以便果断拒绝了 过了几天 狗蛋看见自己的弟弟进了一家裁缝店 感到很是好奇 于是狗蛋便紧随其后的也跟着进去了 不过狗蛋进去才发现 这家店正是翠花的店 原来翠花看着狗蛋的弟弟总是买零食时 于是便叫她来自己家里吃饭 而就是这一件小事 就让狗蛋对翠花的印象彻底发生了改变 就这样 狗蛋便决定帮助翠花学习英语 她不仅帮助翠花补课 而且还带着翠花去外面和外国人交流 两人在交流过后 狗蛋也知道了翠花学习英语的缘由 原来翠花的弟弟已去美国多年 已经不会说韩语 所以翠花想着学好英语 才方便与弟弟交流 看着翠花这么辛苦 狗蛋便悄悄拨通了远在大洋彼岸的 翠花弟弟的电话 但在电话中 翠花的弟弟表示 并不想和自己的姐姐交流 看着翠花认真学习英语的样子 狗蛋沉默了 这一天 翠花去看望自己即将失忆的闺蜜 闺蜜请求翠花将自己失忆前写下的信件 在美国慰安妇听证会上念出来 原来翠花和她的闺蜜当初都被强行争为慰安妇 而且还受到了非人的虐待 战争结束后翠花答应母亲选择隐瞒这些事 不过翠花看着自己的闺蜜马上就要失忆了 不过却依然斗争 这样翠花瞬间有了勇气 于是翠花便前往美国慰安妇听证会进行演讲 但是日方却并不承认她的身份 这让翠花很是焦急 关键时刻 幸亏狗蛋将这名材料拿了出来 才证明了翠花的身份 而翠花也露出了当年被日军虐待蹂躏的身体 让人触目惊心 故事的最后 日本政府还是不承认自己的错 但是翠花会接下闺蜜的责任 继续在各地演讲 看完电影 猪猪妹想问问大家 你会在年老后选择享清福 还是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呢 看完记得点关注 猪猪妹在评论区等你哦